雙城杯圍棋交流賽 在臺北市和上海市體育局 共同主辦下點燃戰火 兩岸選手互相切磋 以其會友 透過電腦線上對戰的方式 競技交流 今年交流賽 除了青少組選手之外 還有經典的職業巔峰賽 而人稱紅面棋王的周俊勳老師 不只是一九七九年 成立職業圍棋制度以來 第一位職業九段騎士 近戰奇蹟 過去就曾在LG世界棋王賽 擊敗上海好手胡耀宇 成為臺灣首位職業圍棋世界冠軍 這次交流賽 也將再一次重現經典的巔峰對決 幾十年來的好朋友也是老戰友 我當年二零零件 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 就是在決賽中 跟胡耀宇下三番棋 然後當時我兩生一副 贏了他拿到世界冠軍 那對耀宇來說也是 他人生一個最好的機會 但是就是他運氣不好 沒有 就是輸給我沒有拿到這樣 因為創成盃就比較像是交流 比較友誼的性質 所以我覺得就是有機會這樣下也很棒 就以期會有 亦敵亦友的周俊勳和胡耀宇 也展現出交流賽的目的和宗旨 透過奇異的交流 相信有助於為其實力的成長 讓國內在旗艦的地位更上層樓 玩具台採訪報導 我們下集見到